你所有了解到的男生的具体信息告诉我一遍 姓名 邱千辛 年龄 27岁 曾经有过婚姻吗 籍贯 我只知道他在江西 江西 江西赣州 赣州地区哪个区 我不知道 家里有吴兄弟姐妹 年收入多少 毕业于哪所院校 我不知道 我从来没有问过他 因为我觉得只要两个人在一起 你看过他的身份证吗 我看过 身份证上怎么写的 我只是记得大概上面是写的江西赣州 这有些女孩对对方一无所知几乎 却已经爱得死去活来 我朋友们都说 我是被骗了 说他可能是 有了新的女朋友 所以就不要我了 然后也有朋友们说 可能人家一直都有女朋友 来英国 就是为了玩玩而已 紫西在英国留学期间 与网站代购秋全新相识 家境富裕 向往浪漫爱情故事的紫西 对秋全新一见倾心 随即全情投入 开始了自己的初恋 可惜完事 随着紫西毕业的临界 男友秋全新 对紫西越来越难道 最后提出 因生意失败 必须分手 那么秋全新拒绝分手 到底是因为生意失败 还是命留苦中呢 命留仔细放弃学业灰火 和激进崩溃的告白 他会来到现场吗 请不吝点赞